现在时刻十一点整 这里是AM1008 FM91.8 郑州文化娱乐广播 用全球7%的耕地 养活22%的人口 13亿8千万人的一日三餐 是个令世界都关注的问题 每天18000吨鸡蛋 10多万吨猪肉 20多万吨水果 30多万吨蔬菜 这是中国一天的食物消耗量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1.4亩 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是一个超级工程 杂交技术让水稻母产 从100多公斤 到母产1000公斤以上 海水道能解决 8千万人的口粮问题 每年5月中旬开始 自南向北